還好消退 怎么了 喂 你在哪儿呢 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 我在老板工作室 什么 天都黑了 你怎么还 驾办嘛 没办法 我老板他 那个反正我现在很安全 我工作完就回去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啥 就是 我中了两张漫画家签设会的票 想问你明天 妙妙一起去啊 可以啊 不过漫画家是谁 就是那个 陆 他没空 你谁啊 他老板 就你啊 压榨员工的黑心家伙 你有本事赶他就不让他回来啊 加班到这个时候就算了 你还接他私人电话 你信不信我去老动局投诉你 喂 喂 黑心 虐待员工 我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 你在人前有这么一轮我大 没有 老师 你烧退了吗 不要转移话题 我真的没有说过 但是别人怎么想的 我就管不着累啊 明天陪我参加一个活动 在哪儿 对方拍摄来接 你七点前到这儿 我坐地铁至少一个小时呢 首发时在六点钟 你可以选择不回 还记得我这儿的规矩吧 嗯 明早六点前 不准踏入这个房间 可是我 你已经犯了一条了 自己好自为之 约法三章 一 一 不得干扰屋主工作 二 不得进入屋内静止区域 三 不得夜宿 我也没有想过要在这儿过夜呀 怎么就 过来看个人直接被关 这是什么展开 我得赶紧给司机打个电话 没能太大 我得赶紧给司机打个电话 所以我可以想到你 真的就没开 知道吗 你需要对楼干扰于 三童魂军 那么 为了 大 这 我 逅